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6日 今天看到两篇文章 一篇是习近平在2018年 在一个民营企业的座谈会上 一个讲话 这是18年10月1号 整个这个讲话 回顾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 你要看这讲话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读后 那都是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篇幅很长 我不去重复 我只讲到几个数字 这是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讲的 在哪一章呢 在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这个章节当中他讲的 讲到说是40年来 中国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他说是不容易 这个做了哪些贡献呢 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你看见没有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你就想一想吧 这习近平评价多高 习近平讲到说 这个我们党 在对民营企业富士方面的政策 从来没有动摇 以后也不会动摇 你看见没有 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你看 他说任何否定会动摇 这个政策 就保护民营企业这个政策 都不要听 不要信 所有民营企业家 完全可以吃下定性丸 定性丸 安心谋发展 讲的多好 共产党的干什么就是这样 建国以来 都是讲一套做一套 你看今天我看到 另一篇文章 唯一全网发表的文章 给大家看看文章的标题 你看 这是今天发的 5月6号 你看这篇文章 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江苏省南通 这一下这个民营企业 这个4月28号凌晨6点 南通寺 通州区 平湖镇 镇政府 副书记叫纪建峰 和这个副镇长叫李国建 带领200多号人 这个开着 这个挖机 铲车 就把南通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厂 有限公司的 2万多平方米的 这个厂房 一位平地 你看见没有 该公司的法人代表 叫刘刚 刘刚他 讲了这件事 他是作为民营企业家 自己一直支持国家的建策 和公益事业 当地政府呢 批准土地 批准给他的土地 使用权是40年 但该土地使用不到10年 你想想就被强裁了 说强裁之前呢 曾经来找过 他们之间有争议 没达成 搬遣协议 那么 源于平湖镇政府规定的 安置补商价格 为厂房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呢 1200块钱 你说这个补商怎么能行 因为什么 因为周边同地段的厂房价格 人均达到了7000 你想这差距多少 你根本是 就等于抢夺一样 是吧 说如此大量的差额 违反了城市房屋搬遣条例 有关 按市场价格补商的规定 他说这个令他难以接受 说在这之前呢 该公司连续遭到了 拆遣房的骚扰 于是呢 他向这个当地的公安局管出事了 出事了 申请了这个财产保全 但如石沉大海 因为什么 你这个派出所是谁管 又不是镇政府管 是吧 镇政府 这个派出所听镇政府 是他的钻证工具 党管司法 这几个副镇长 那不要看官小 那在当地就是小习近平 谁也惹不起 是不是 你看平湖镇 这个镇政府叫季建峰 李国界副镇长 就威胁他说 国家补上政策 我们不可能执行 你不签字 我们不会 就会不惜一些代价 不惜行政违法 一定把你的厂房 强行裁掉 顶多我们换个地方 继续当官 你看多狂啊 也就是说 习近平上述这个 2018年的假话 就是想放个屁 也没人打理他 是吧 你看强裁的时候 说该公司员工多次 拨打110 但警察到达现场后 没有制止违法强裁 强裁期间 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员工 被强制 这个限制人生自由 四个多小时 就是厂长经理 都给你抓起来 小屋里呆着 不让你出来 手机也被人抢走了 说这个法人代表 刘刚说 日枯无泪啊 企业被强裁 这么多职工 如何安置啊 职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月一千多万的订单无法完成 你想他订单就一万多 一千多万的订单 这生意不就完了 这员工也没有地方带了 因为好多员工是这样 又住在这里 在这里工作 那就是衣服 就像个家一样 就给饭碗砸了 说是这个 违约责任 商业信誉 品牌损失 更是难以估算 他跟人签了合同 你强裁完之后 你完不成 那个合同怎么执行 你看刘刚最后说 希望地方政府真正落实 中央倡导的 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 保护民营企的好政策 并对这次违法强裁的责任 坚决给予打击 还民营企一个公道 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 南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厂 有限公司 这个刘刚还留个电话 电话是18651076100 这是维权网今天报道 你看有什么用 你能斗过人家这个 真正府领导吗 是吧 就不过 那么有人说 这个事是个个别案件 不对呀 与此同时 也就今天 你看我又收听了 新唐人电视台 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讲了什么呢 湖南省古障县 有一个民营企业家 叫萧斌 他和这也差不多 他这个是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厂 这个是什么是加油站 民营加油站 不晓得加油站 我看了电视画面 说这两天 这两年生意火爆 结果却在3月30号这一天 遭到当地县政府强行强裁 说价值上千万的资产 全部异为平地 分文没得补上 这个还不错 还给你谈谈 这个直接就来给你产平了 那么据这个萧斌老板讲 说他们完全是非法强裁 法律上什么手续也没有 说是3月23号给他下达了通知书 这个他这个老板就提出了行政服役 结果服役也没人理 直接就裁了 说今天来了多少 差不多十多个单位 一百多人左右 直接把这个 他这个加油站 意味平地 因为这是电视画面 就是我刚才看了 特别清晰 那个加油站很大 就和加拿大这个加油站一半大小 上面还写这些各种各样的字 也就是他都属于这个石油系统的 肯定是当初审批都有手续 没有手续不能把这生意干这么大 这个叫肖病的老板呢 既住在这里面 也在日本工作 还有一些员工 现在一位平地了 一位平地我估计可能是 一个可能是工艺事业 比如说乡镇里面要建这个道路 这个等等 也可能是搞房地产 就是这个乡镇的老板呢 和某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合同了 第一批我们解决 你就在这儿盖 盖了以后给政府多少多少钱等等 估计就是这么多事情 不论是你搞道路工程 你还是做其他生意 你都要和原来签订合同的 有协议的这样的原单位 应该是有一个谈判的过程 至于说双方补上标准多少 国家有规定说要执行 你不执行是违法的 尤其是这样的 就是说以暴力的方式 直接就可以强裁 完全是一种什么一种匪气 那么这个话就说回来 为什么习近平讲这么多的空话 并不能做到呢 就我认为这个原因很多 这个和什么和这个共产党 这个他这个本质有关系 他这个政党你讲 原本他就是在战争年代 就是一个战山未亡 井冈山秋收起这么一个起一个政党 你想那时候能上那些领域的去 在山上这些穷小子们 大部分都是社会的闲散人员 他现在是革命成功了 就开始胡锤烂炮 把自己包装高大上 什么革命理想 其实不是 就是当地有一些优手好闲的人 没有饭吃 是吧 然后聚集到一起 再将来有一些落魄的知识分子 像毛泽东这样的 这个胳膊夹个雨伞 今天到这逛我 明天到那逛我 实际上就是想找点事 有点理想 就想做点改变自己的命运 讨生活 这个但是后来由于他们这个发展 越来越大 就算是善于投机 抓住历史机会了 借助日本圈华 这个给国民党 这个当时抗日成果窃取了 说为什么这个蒋进时五次返回脚 当时你看那个 现在看台湾出版的那些书 就讲当年这个脚匪嘛 脚匪 为什么叫做匪 他有匪气 说有匪气 就是在山顶上 那时候就看这个 这个山下那些摧烟缭绕 看谁家冒三变眼 就证明是有钱人家 是吧 就开始下山 这个抢啊 抢人家抵住老财 大铒分天地 自己吃一大块 偶尔有的时候 他也为了拉入老百姓 就取悦老百姓 他也搞点什么 分天给老百姓 是吧 因为那时候通讯工具 不是太发达呀 你想 剿灭他们是比较难 因为荒山土岭 他都藏在那些高山森林里边 是吧 那些荒凉地方 偏远地区啊 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 所以国民党那时候 的确是在这方面也疏苦了 没有直接消灭他 再加上他后来收到了这个 前苏联啊 所谓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 苏联给他切 这个完全 要现在的话讲 就敌对势力 支持他发展起来 为什么红军 两万五地产以长征啊 其实不是什么长征 就是逃跑 就是围追堵截 剿匪的时候 他跑 跑到哪里去呢 跑到就靠到苏联边境去 寻求这个援助 因为前苏联给他钱嘛 说这个所谓马克思 主义政党给他钱 现在讲的好听 是什么 这万里长征 怎么样高大上形容的 好像他们是学习的 马列主义毛动思想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真正看看 过去那些 这个一些真实的记载 就知道共产党是这么回事的 由于他有这个光荣的 就抢的传统 所以他这个骨子里 他就没有一种法治观念啊 他现在发展到了 今天应该承认啊 就是历任的中共领导人当中 有一些还算比较好 像胡耀邦啊 叫华国峰啊 这个习中勋这些人 他们经历过运动以后 他算接受点教训 所以应该国家 应该要有法 再也不能讲战场年代 动不动 就是这个抢夺 是吧 但是后来 你看到了现在 习近平的时代 他又忘了 身上的匪气回来了 大革命又来了 所以他就各阶层的领导干部啊 根本都是 完全是非常满横的 只要有机会 有条件啊 他们都会什么呢 都会以这种 抢夺民营企业家的方式啊 来自飞 这个自飞 一方面是政绩 就是我把你赶跑了以后 然后给你这个地皮抢了 我把这个招生引子 干更大的事业 这样可以生肝发财做政绩 另一方面 他和这些新的企业老板合作啊 搞这些项目 可以把这项目 承报给自己的三亲六姑 甚至直接从中 索惠 这个都是大惊其道的啊 因此本人认为 也不论习近平多么 在这个报告当中 讲的民营企业家 讲的多么好 没有用 你看习近平 2018年 有一个词 讲的多漂亮 他说 民营企业家 形容自己遇到的困难 是三座大善 什么三座大善 市场的冰善 融资的高善 转型的火善呢 他说呢 说这些困难和问题 诚意是多方面的啊 政府 党和政府要帮助他们解决啊 但是你看 讲了半天 根本不能落到实处啊 我刚讲这两个例子都是 随手拈来的 就是这个典型案例 这都是这个政权 这个 践踏老百姓啊 抢都命起财产的一个案例 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谢谢